在南高坪還有花蓮台東地區 都還是有局部36度以上高溫發生的機率 尤其是在台南跟花蓮這邊 還是有連續出現36度以上高溫的一個 橙色的燈號的一個預警 在北部地區還有各地的山區跟近山區的平地 今年午後雷陣營的機率相對於過去三天都會有所增多 那今天晚上到明年清晨的話 封面的話有比較靠近台灣地區 大致上在北部海面這一帶 所以除了原先的中南部地區 有一些零星的降雨之外 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明天上午這段時間 在北部地區也會有一些局部性的短暫陣營的現象 那明天的話整個五後雷陣營的範圍 跟今天還是比較類似 尤其可能在桃園跟大台北這邊 明天的機率相對 今天還會再提高一點